老师好,我是那个吉林市今年刚高考完的学生,然后我是学理科的,之后成绩可能就是不好了,然后刚是过了本科县12分进了一个明办的三本,学费就是溢价嘛,26,000也不是中央合作,就是明办三本,然后学的是英语,但是就是我姐姐就是从事英语行业的,所以她就是可能会有这个想法让我抱她,但是我其实内心很想抱汉语国际教育,但是我又可以往上说, 她是现在在国外留学,然后跟她爱人一起在网上教课,目前是也是办了一个工作室,然后想是让我毕业了之后可以跟着一起看,但是我其实对英语不是很爱好,我更喜欢语文, 你英语当年考了多少分啊? 我英语才打70多分,然后我语文是107,因为这边分太低了嘛,然后我总分才304,所以就是说能上本科就好, 学了一个英语专业,你这个 就是比较离谱 但是我当时看报考的时候,其实没想去这个学校,还是抱点幸运的分数,想减个漏,但是就是这个分数有本科上就已经很知足了,就是 然后但是我就看汉语国际教育,我说她又学英文又学语文,所以就觉得她会不会不太好呀,我就要不要紧张 汉语国际教育,刚才那个本科是叫什么,学前教育后来,那个我建议她,就是因为她毕竟在本科阶段是属于中文大类,她考工的岗肯定比你英语的岗要多得多 对 所以说你自己就是,你问你姐一个问题,他们那个平台的英语老师都是学英语的吗 哎呀 需要,你说你要干这个跟着她干,需要学英语专业吗 她说我说英语的时候东北味太重了 怎么,她就为了学英语专业去把你飘一飘是吗 哎呀,这个就是 她做英语培训的,她就不能教教你吗,非得让你去大学里边报这么一个专业啊 那我,反正我是,内心是想要转专业的,就是大师 转转转转,然后我想考教育 教育,考考考 是可以的吧,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你不转都可以考,你不转都可以考教育 知道吗,跟你考教育,跟你学专业,什么专业没关系,好吧 好的,我就听了那个网上说英语,就是,它不是一门工具吗 反正说它加上任何一个都是网诈,我就心思要不要考教育 不一定,也可能是二诈 也可能是三诈,你看你加什么 你不能叫加任何一个专业都是网诈,它说不定是三诈,最小的诈,这都不好说 你知道吗,你加什么都网诈,这开玩笑,对吧 你加什么,有的加有的东西是网诈,加有的东西可能就是三诈,它不一定是网诈 好的,好吧,能转专业,尽量转专业,尽量转到文学类,就是中文类,汉语言,你尽量能转这种专业,转这种专业 至于英语这个东西的话,你就问你姐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你那平台当英语老师的都是学英语的吗 对吧,你就问他这一个问题,我英语口音不行,你就不能教教我吗 你非得让我学这个专业,对不对 行,谢谢老师 一般情况下是看什么,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你放弃了什么 因为加上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各行各业的风口,或者说你能找到一个公司的风口,可能就那么一瞬间 嗯,你过了那一瞬间,可能这个机会就没有了 哦,看当时有没有那个 对,看当时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对对对 对,而且的话,这个来,我反正又快下播了,再给大家讲一点 就是大家学会找工作,在找工作的时候,在给孩子将来做就业这方面的选择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只看一眼吧钱 比如说,这三家公司,喇叭公司给你三万一个月,枸杞公司给你两万一个月,这个茶杯公司给你两万五一个月,你选哪个 你说老师,我当然选三万块钱一个月的 这么选一定是错的 这个得这么选,不一定是对的,不能说一定是错的,这么选不一定是对的 为什么,因为你得看市 来,大家把市这个字打在公平上 市头的市 趋势的市 你得看市 什么叫市呢 这三家公司的市头是怎么样的 市 讲的是三个市 第一个市叫行业的市 这个行业 它的市头是往上的 还是往下的 这叫行业的市 叫行业的市 第二个市 企业的市 企业的市 这个企业的市头是往上还是往下的 一个公司有八十个空的工位要招聘 它这八十个空的工位有两种空法 第一种空法 原来是满的,这八十个跑了 第二种空法 它急需扩张,急需多招人 那明显后边的那个市就比前面那个市要好 一行业的市 二企业的市 三产品的市 它这个产品在行业内的地位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各位朋友你要知道 大多数的行业 尤其是电子科技行业 就是工科行业 零和效应特别明显 什么叫零和效应特别明显 一最赚钱,老大最赚钱 老二老三也赚钱 老四老五且能活 老六江江活 七八九早晚死 我讲的也没有道理各位 有的行业它零和效应特别强 所以说当你在分析这种行业的事 企业的事,产品的事的时候 你一定要综合分析 而不要只看它给你开多少钱 大家觉得老张讲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 所以说人生的选择 会有很多次选择的机会 比如说你选院校,选专业 比如说你选个对象 尤其是在找工作的时候 这种选择真的很重要 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人学的特别好 但是他在找工作的时候 因为眼光不够长远 导致他那个选择不到两年 他就失业了 他就被裁员了 我就不举具体的例子了 因为这种具体的例子 受伤比比皆是 我就不举具体的例子了 就是当年 当年我就给大家举一个讲 我们今天在抖音 对吧 当年短视频平台 可不止抖音和那谁 还有一个那谁 那个那谁现在就没了 大家还记得吗 当年这种短视频平台 有三家 抖音和那谁 那谁还有 还有一个 那个公司做的 做着做着就没了 当年他们这三家公司 在抢人的时候 给的最高公司的 就是那个倒闭的 所以说当年你为了 对就是那家公司 你当年为了更多的钱 去了那家公司 完了 你现在已经没了 对 看未来的发展 对 所以说的话 你要看一下 你要不要读博 你要看一下 你当下的机会是什么 如果说 我这么跟你说 家长 如果说你当下的 去的这个公司 一 还没有上市 二 他的产品几乎不可替代 他的产品几乎不可替代 三 零和博弈 他是 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 现在是一个大的需求趋势 就是大家知道 我认识很多 很多学校的 赵生曼的老师 然后的话呢 我就有一次跟一个赵生曼的老师聊天 某985 我也不能说哪个985 然后的话 某985 然后的话 他就跟我说 他说张老师 你看他本科阶段有本朔博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或者说你看 他有强级 强级保验率 是比较高的 对吧 他说张老师 说实话 如果我们家孩子报 我不会报本朔博 我也不一定会 我不一定会报 他说的是原话 是我不一定会报本朔博 我不一定会报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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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强级 我说为什么呢 大家注意 这是 这是那个某985 工程大学的 赵生曼老师 跟我说的原话 大家 大家 大家能猜到为什么吗 就是他说 我人家孩子的话 我不一定给他直接报本朔博 我不一定给他直接报 这个 强级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张老师 我们强级计划 他说 我就说强级计划的这帮学生 他说 我们学校强级计划的第一批学生 现在的水平是不如普通批学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他只要达到最低底线 他就可以拿到保颜名额 所以这帮孩子的学习动力普遍不强 他不像那些普通批的孩子 普通批的孩子是必须得去卷保颜名额 所以说他们的学习平均计点 要比这帮强级的孩子的平均计点要高 也就是强级那帮孩子失去了动力 结果就导致在实际平均计点的时候 非强级的孩子在某一个学科 比强级的孩子的平均计点要高 然后虽然说 不是本朔博的那帮孩子 计点高他也不一定保得了言 但是他专业科学的扎持 用人单位在考核的时候 往往有可能强级计划的这帮孩子 你别看待着硕士 但是因为他学习的没有那么扎实 导致用人单位在考核的时候 往往比不过那帮非强级的孩子 这是那个老师跟我说的 我们他孩子主要是想觉得 将来要自己考本科的话 还要有一个考研 考研这一关也挺清楚的 但是就像那个老师给我的意见是什么呢 他说如果你抱普通批的话 他大家都知道说我得去卷 虽然是难 但是如果咱们家孩子能力强的话 他能往上卷 他的专业知识学得更扎实 他比那帮非强级的孩子 你看非强级的你看他是研究生博士毕业 但是他往往学的没有那么扎实 这是那个老师跟我说的 注意不是我的意见和建议 是那个某985的老师跟我说了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用人单位他不会只看你 是不是所谓的硕士 他会考察你的能力 而往往在考察能力的时候 非强级的孩子比强级的孩子 能力普遍高 因为他们是经历过卷的 这是那个老师跟我说的 这是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的 所以说的话会有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说 本硕博和强级就一定比非强级好 不一定 我没说他一定不好 我说的是不一定 跟你说家长包括考生 你有一个足够高的分数和足够高的位置 是你有更加多更加好的选择的前提 来我就这么跟你说一句话吧同学 就是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这样一句话 就是我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你在你最该学习的时候 最好把你的时间都放在学习上 因为同学你要知道咱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点 包括说直播间每一个朋友 包括每家长你也好 我也好孩子你也好 每个人我们每天都是有24个小时 我不会因为我是老师 我比你多一分多一秒 你也不会因为你比我年轻 你比我在这一天多一分多一秒 我们是公平的 然后的话呢你做任何事情要记住同学 要做就好好做 要么就不要做 千万不要做的伴拉科技 就是你到最后你如果说你在高中 你在你最该学习的时候 你去所谓的玩 当然我不是说不让你玩 人要学会松弛有度 但是你也不能过于紧 你也不能过于松 要么就好好做 要么就不做 我拿我来自己来举例子 我这个人平时就属于那种我工作 我就认真工作 我看书我就认真看书 玩我就认真玩 你别到最后的时候 你玩也没玩明白 学也没学明白 你在这学呢 脑袋里边想着玩 你爸你妈还在这管着你 学校老师还在这管着你 你最后你说你玩的心惊胆战 学也没学好 所以说你一定要把玩和学合理的分配好 有一个配比 这样是最好的 你现在在你这个年龄 和你现在目前家里的这个条件 你这个不叫玩 同学 你这个叫耗 你在耗你的时间 你在耗你的青春 什么叫做玩 老张给你吹个牛啊 这部件的朋友熟悉我的都知道 我是一个球迷 我是一个死中球迷 我最喜欢的一个球队 是意大利的一个球队 叫做AC米兰 当然AC米兰最近这两年的成绩不太好 然后的话 最近又把自己的主力球形给卖掉了 然后的话最近下个赛季主教练能干多长时间还不一定呢 我最喜欢的球队叫AC米兰 我玩什么呢 我每年有时间有能力的时候 我会去AC米兰的主场叫圣西洛球场 去感受我主场那个球队的氛围 我希望跟我最喜欢那个球队的死中粉 一起在那个球场 感受那个球队的球员进球 给我带来的快乐 那种感觉跟在电视上看是不一样的 孩子你要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要为了体验那些你没有体验过的美好 所以说你现在有机会去把握你自己的命运 将来等你到我这个年龄 你有什么爱好的时候 你有足够的能力去满足它 这叫 这叫开心 这叫幸福 这叫你达到了你自己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一个想法也好 目标也好 所以说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在这三年 去坚定信心 知道吧 你说老师我当年中考的时候 考的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我怕我考不上考大学 怕没有用 干就完了 知道吧 你现在到了高中 你是一个新的起点 包括我们这边家的孩子和同学 你到了大学 你是另外一个新的起点 过去的事交给回忆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你现在的路给走 所以说的话 你现在上上你的这个这个新高一 选科选什么 你已经基本上差不多定了 然后上高一的时候好好学 你要对得起你自己高中这三年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 回忆你的高中三年的时候 你不后悔 这是你上高中的目的 至于说分数 我们尽最大的努力 抱最大的期望就完了 好吧 好 好